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讲到脚 脚与母子外翻完 轮到足底筋膜炎 我要讲个故事 困腰了很久 我当时是足底筋膜炎 但我不知道 别人说是尿酸过多 痛 常常在这里痛 这位置 即是脚底底痛 还不是尿酸 我记得是王老尖 尿酸 像我这样 快去看医生 不是 不是尿酸 以为是屈断 去看铁打 越压越痛 结果发觉是足底筋膜炎 为何会有足底筋膜炎 其实足底筋膜炎 是根痛症 足根有疼痛 竹筋疼痛 但竹筋疼痛不是所有都是因為竹底筋膜炎的問題 因為竹底筋膜炎在竹筋和五隻腳趾的筋炎發炎 所以如果真正的竹底筋膜炎是在竹筋按下去有痛才是竹底筋膜炎 但其實臨床上很多都不是竹底筋膜炎 譬如簡單來說我們畫一個九宮格 如果很多是按下去內側有痛 其實是懷管綜合症 其實是這個位置的問題 治療在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在外側有機會是腰神經的問題 是外側 如果有骨刺 就在九宮格的中間這一點按下去才會痛 所以在腳筋內有很多診斷 竹底筋膜炎就是在九宮格的其中一點 九宮格中按哪格到哪格都有原因 會牽連甚廣 竹底筋膜炎其實是挺痛的 如何幫助它 竹底筋膜炎一般是竹底筋膜發炎 其實多的是什麼人 通常多的是跑跳 或是站得多 例如保安或是做一些酒店站得多的人 竹底筋膜經常受力過多 鞋扯得多便開始發炎 這些人士會比較多 我當時做電視台司儀 幸好他有一個鞋子 你看不到 我在後面脫了一雙鞋 因為痛到你穿著鞋子 我不可以踩著 我一定要脫了一雙鞋 脫了一雙鞋 脫了一雙鞋脫了一雙鞋 脫了一雙鞋脫了一雙鞋 其實是痛的 那如何幫助我呢 一般如果是竹底筋膜炎 我們只要放一支針 放夠位置 幫他出眾血液循環消炎 再開一些中藥便會很快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症 所以為何很多人都不好 其實未必是竹底筋膜炎 可能是其他問題 所謂的竹底筋膜炎 只不過是腳底的九宮鞋 是其中一個痛 你有時以為竹底筋膜炎 其實他原來不是 那你如何去斷證 一般究竹底筋膜炎 我們首先要按 這是第一 第二 有些人除了竹底筋膜炎 之外 有骨刺 很多時候說有骨刺 所以令腳底痛 其實不用去猜 其實按照Ascone 就知道究竹底筋膜炎 究竹底筋膜炎 因為骨刺對向上 會刺激到竹底筋膜炎 會發炎 但有些骨刺向橫山 其實都不會誘發竹底筋膜炎 所以都要搞清楚究竹底筋膜炎 所以都要搞清楚究竹底筋膜炎 很痛 我們自己可以怎樣防止 沒有理由不走不跳 現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 有跑步 一定會遇到 一定會一個不覺意 我們好像扭傷是不覺意外 但竹底筋膜炎是持之以行 飽步或站得太久 而發生 沒有辦法上班 不飽步也要上班 要站 我們可以怎樣防止 多休息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竹底筋膜炎 都跟竹膜有關 竹膜有橫竹膜和縱向竹膜 要夾起來 如果竹膜不夠力 或者它本身的肌肉本身已經弱化了 例如站得太久弱化了 就會有機會出現 所以重點就是 強化附近的肌肉 令竹膜擺放好位置 一般強化 像上次有一集 我們做一個提腳筋的運動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如果發炎 我們都一樣 我們在家裡如果沒有工作 可以用熱水和薑 用薑水浸腳也有幫助 薑水浸腳是日後還是晚上做的 通常日後比較好 日後血循環好 晚上臨睡前30分鐘 都可以浸 其實早晚都可以 剛才你說已經有竹底筋膜炎 已經有 你的角度只是一枝針加進去 若果不需要吃 打個蜜 氣血是正常的 其實藥也不需要吃 但如果打個蜜 氣血也是差的 食藥就會加快 但剛才你說 足底筋膜炎就是其中一件事 原來其實是很簡單的 但側邊那些是否會複雜 所以針灸的時候 也有些不同的方法 如果它在中間的 我們一支針就搞定 燒鹽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是 它是懷管作症 它是懷管神經的問題 我們針灸就跟回神經的道向 或者經絡的道向去做針灸的治療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就要搞清楚 第三就是跟結構上有關係 如果腳的偏移不好 譬如我們看鞋底的摩擦程度 否則它的壓力太大 令到這裡發炎 我們就要在結構上去矯正它 我現在看到 其實有很多 鞋底的腳弓 有扁平竹或怎樣 它現在很流行有鞋墊給你 或者你自己可以去做鞋墊 在你們做這個角度 會否都會說 原來是扁平竹 你做鞋墊可能會好些 有也是 上次有一次說三胞胎 第一腳跟內外船二位 第二扁平竹 第三母之外翻 其實這三件事都是對腳不好 也有很多 譬如母子外翻或觸底筋膜也有影響 所以我們都要處理這些問題 從根本著手 當然如果加鞋墊 其實對扁平竹也有幫助 即是有什麼穴位 如果穴位方面 剛才我提到竹筋 其實竹底筋膜 就是在母子和竹筋 竹底位置中間的根件緊張 其實有一個穴位 叫做涌泉穴 涌泉穴 就是在竹筋和腳趾上三分一的交界 即是在這個位置 平時我們按著穴位 然後腳趾上下屈伸 都有一個放鬆的作用 對於竹筋膜膜 我們做的時候可以做一個右按 譬如我們向正面方向順時針 10秒 然後逆時針 又可以按10秒 按的時候就有深層的力度 按太淺是沒有什麼用的 要按到裡面 冤痕痕痕 對 冤痕痕痕才有效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穴位的按摩 這個可以幫到手了 沒錯 這個可以幫到手了 好 這個就是竹底筋膜炎 腳去到這裡已經七七八八了 我們接著就講一些大家都最常 為何還未講到 有些人問 脊柱側彎 什麼坐骨神經 接下來我們壓續好戲 下一集我們會請金博士論說 脊柱側彎 到底會發生什麼影響 對我們 記住 訂閱健康彈 這個健康彈的痛症系列 和我分享出去 影片 我們會請金博士ыс 沒有快 我們會請金博士論說 我們會請到 你會請金博士論說 我們會請金博士論說 我們會請我們 progressivethese